太多了,當然不只是只有剛剛那個create table 就用錄製的方法是第一種 其他我有放在雲端白板裡面 其他補充範例裡面 有那個在進階部分 進階的部分的話我有一個下載 網路資料相關 那這裡面有一些相關的範例 最近有同學問到一個就是 如何用IE IE瀏覽器 那IE瀏覽器本身可以把它呼叫變成一個IE的物件 直接就拿到VBA裡面當成是一個外掛 也就是你可以把那個IE瀏覽器呼叫起來 然後配合一些什麼呢 他裡面的一些 快速的指令 包含就是說呢全選 比如說你今天把一個瀏覽器呼叫起來 然後你給他一個網址 他全選之後再複製 複製完之後直接就貼到我們Excel Excel VBA裡面 Excel VBA裡面 也是可以取得資料 那這裡因為可能要 我這邊有個範本 這個範本主要就是說 我們的需求是 你可以在這邊看到 胎英 外匯 那頭尾 底下這個是有很多種相關的參數 我們是用到那個copy 這個slash all 這個是全選 所以是17 然後複製是12 所以全選跟複製 我這邊會用到 就是利用那個 就是 IE瀏覽器裡面 的兩個指令 所以這個 底下有個說明 那主要就是說呢 我們當然 比如說台銀外匯 這個應該大家都不陌生 如果要出國的話 還是會先看一下外匯 那這個應該 台銀的外匯 我想是一個基準 以他當基準 我看來看去好像就是說 換外幣的話 這邊好像是 至少他不收手續費 因為之前 我在別的銀行好像 也有被收到手續費 好像要收100塊 OK 而且 所以後來發現 怎麼換好像 都差差 差不到多少錢 還是 銀行還是一定會賺你一手 好像國外刷卡 好像也沒有 好像也沒有比較貴 算一下 匯率 差也不大 所以後來發現最好的方案 最好是你要出國 以前 你就隨時 看一下 匯率 就是如果匯率很低的時候 像 日圓 日圓 像我之前就是 我就看到很低 0.25 的時候 有沒有 最低到0.25 0.25 2.6 我想說應該不會再低了 就那時候就給他狂買買一堆 所以後來最近就把它賣掉 對 也不一定全部賣掉 就出 出國 去日本的時候 發現 如果你一直停留在0.25 那個水準的話 去買東西 感覺 什麼東西都便宜 什麼東西都覺得很值得買 可是如果他漲回來的時候 感覺他又有點 就是會感覺比較貴 所以隨時觀察一下匯率 像那個 最近那個什麼 那個 因為脫歐的關係 像那個什麼英鎊 有沒有 英鎊 這個 這個數字 其實也算是 算是低了 之前還更低 然後41 塊 左右 也是 極其的 一般如果買 就自己開一個外匯戶 然後 那假如說 我們需求是 我如果隨時希望去更新 隨時去 去下載 那下載的方式 除了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 就是 從那個Excel裡面的 那個 Excel裡面的這個基本方法 就是 就是 這個資料 從Web 有沒有 從Web的話呢 給他一個網址 然後一樣怎麼樣呢 再把那個 我們的外匯這個網址 把它複製起來 貼到這邊 倒一下 他一樣會幫你找到你要哪一個Web Table 就是 網頁上面哪一個 表格 那如果你要這個表格 你就打勾按 匯錄之後 他會問你說匯錄到哪裡 你直接把按確定 他一樣會幫你把它下載 不過你會發現 台運外匯他沒有任何的保護啦 所以你也不需要再去做一些 破解 就Web Table 不需要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你一樣可以錄製聚集 然後 把它下載 或者甚至你可以在 VBA裡面 他可以有一段時間 他有一個Application 裡面有個On Time 的方法 就是說你什麼時間 可以 自動再重新幫你下載一次 On Time On Time有兩種做法 一個是 像鬧鐘 每天的幾點幾分幾秒 做這個事情 第二個是 每隔 幾分 或者幾秒 十分秒 反正你給他一個時間 他會一段時間 去幫你再重新撈一下 他有這兩種選擇 所以你 他應該沒有太多時間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 Application 物件 應該還記得吧 在那個Application 物件裡面 找一下那個On Time的方法 那個當然你可以從這邊 從那個 就是 VBA裡面的這個問號 點擊進去 那 新版的20 那個 E3的話 他會跳出來 那你可以找到那個 Application 物件 新版的 變成我有時候 又要再 再找 找一下他裡面 找一下 物件的 參考 的模式 模型裡面 找一下Application 或者你打一下 搜尋 找那個Application 也可以啦 裡面的話 乾脆直接從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這個是一個Application 物件 那也就是這個是他最大的老大 那裡面的話當然相關的 應該是 這個 物件 那是不是這個 那裡面的話會有一個On Time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屬性跟方法 他 他要分成VB跟VB Application 事件 他的方法 Application 方法 方法裡面的話 找一下有沒有On Time的方法 你可以發現這麼多方法 Application 裡面的話有沒有On Time On Time On Time 他是不是這個 On Time的方法 On Address On Time 這個 看一下是 Application 他這個 這個是 他不是VBA的 他這個 他等於是把VBA全部都整 整 加一個 看敘述 加一個VBA 加一個VBA 他等於是全部加進來 Application 這個 在這裡 Application 物件 所以從這邊 所以從這邊裡面去找找看 裡面會有一個方法 叫On Time On Time的話 裡面 他就可以讓 讓你們 就是 一段時間 或者是 這個再找找看 或者是說呢 每天的什麼時候去做什麼事 那當然這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那個剛剛的方法下載 那第二個的話 我 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可以從那個 我是把它放在 其他補充範例裡面 在雲端裡面 各位找一下 其他補充範例裡面的進階 下載相關的 那裡面會有一個就是 IE 物件 用IE 物件 這個方法跟剛剛的又不太一樣 我們用這個 那怎麼做 裡面的程式碼打開來 就這一段 那我大概講一下 你們將來可以拿這個當成一個範本 這個範本裡面 主要就是第一個 我上面有註解 第一個就是說 先把 我們的 比如說裡面有資料 先把它Clear掉 就是把裡面 第一個工作表先清掉 第二的話 引用那個IE 物件 OK 那引用怎麼引用 特別是這邊會用到一個叫 Create Object的一個方法 裡面後面的話呢就是怎麼樣呢 把這個名稱叫 Internet Explore.Application 把它引用進來 當然你用Create Object 就可以引用 或者是說你還可以有一個方法 如果說你不用那個 Create Object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設定引用項目 設定引用項目裡面 各位找一下 應該在 I開頭或者是 Microsoft開頭的吧 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叫 Internet 這個名稱應該都會一樣 看一下 叫 Internet Explore.Application 所以你往裡面找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的話會有一個叫 Internet Explore 的一個 方法 從這邊也可以找到 Microsoft 應該是 Microsoft開頭的 Internet Internet Explore 有沒有這個東西 這個有個Internet control 這個好像 OK 這個我再確定一下 OK 除了說可以用Create Object之外 你可以用設定引用項目 也可以找到你要的東西 我們如果要使用我剛剛講的這一段 你可以直接拿這個來當範本 那我們有個 從那個台移下載 那請各位 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就是 Ctrl C 把它複製一下 貼過來 那我們用第二種方法 來試試看 那這第二個方法 的主要目的 我先把它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來看一下 我用主行的方式來看 第一個一樣把它清掉 第二個 Create Object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有一個物件 叫IE IE的物件 這個IE物件的話 我第一個這邊有個點Visible Vis 意思就是說 我後面底下的點 點後面的東西 開頭一律都是IE 很多地方都有用到 IE點 那我就直接用Vis開頭 那Visible等於True 這一行當然你將來可以把它改成False 我是為了讓各位知道說 IE原來已經被打開了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那Visible等於True的話 這個時候呢 表示什麼 IE正被怎麼樣執行起來 然後呢 我用NameKate 這個方法 讓它連到哪裡呢 連到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的台銀網站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你要確定說 它確定已經Ready的話 這個 需要用到一個 IE點 Ready State 如果不等於4的話 表示說 它已經載入了 反之的話 Do Event 就讓它繼續 等一下 直到這個網頁 被完全載入 所以特別說 這個Do Loop 實際上就是檢查 到底網頁有沒有被 完全載入 為什麼要檢查 因為如果你沒有完全載入的話 比如說流量 它還沒有全部 那你全選的話 其實 當然是多餘的 因為沒辦法 沒辦法全部選到 所以等到它已經全部載入了 那我們做什麼事呢 把它做一個全選 OK 這個時候有沒有 等於是Ctrl A Ctrl C Ctrl C